历史上最糟糕的大一统王朝,15个皇帝只有半个明君,被骂一千多年,在中国历史中有许多王朝盛级一时,却也有一些王朝在风雨飘摇中逐渐走向衰败,历史上最衰败的大一统王朝竟有15个皇帝,却只有半个被称为明君,余下的都在无能和昏庸中苟延残喘,最终被世人骂了一千多年。 这个王朝的皇帝们究竟经历了什么,让他们的名字成为后世的笑柄,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,他们的决策为何频频失误,导致整个王朝的衰亡,欢迎收看剧谈史。 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 公元220年,曹丕篡汉建立魏国,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,然而魏国内部早已暗流涌动,司马懿作为曹魏的重臣,早就对皇位虎视眈眈。 他隐忍多年,终于在正式年间发动政变,掌控了魏国朝政。 此后,司马氏家族的势力不断壮大,逐步蚕食魏国皇权。 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继承了父亲的政治智慧,他们一步步将魏国皇帝驾攻,成为名副其实的国王。 公元265年,司马昭病逝,其子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权力。 此年,司马炎逼迫为原地曹坏善让,正式建立晋朝。 司马炎即位后,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政权,他打封宗室,设立二十多个藩王,意图以此稳定统治。 同时,他也积极筹划统一大业,公元二百八十年,晋朝发兵攻打东吴,即用五个月就灭亡了这个存在了近百年的割据政权,实现了全国统一。 司马氏的崛起,堪称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,从一个普通的官宦家族,到掌控魏国朝政,再到最终建立新的王朝,整个过程历时近半个世纪。 这一过程中,司马氏家族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和权力运作能力。 他们善于利用时举,在适当的时机采取行动,逐步积累实力。 同时,他们也十分注重家族内部的团结,通过兄弟间的紧密合作,确保了权力的顺利传承。 司马氏的成功,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,也为后世全臣篡位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,作为开国皇帝。 司马延无疑是晋朝最有作为的君主,他在位26年,被后世评价为半个明君。 这个评价虽然不高,但在晋朝诸地中已属难能可贵。 司马延即位出击,展现出了不错的治国才能,他积极推行改革。 如废除部分苛刻法令,减轻百姓赋税,鼓励农业生产等,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社会生产力,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。 然而,随着时间推移,司马延逐渐暴露出娇奢淫义的一面。 欢迎收看剧谈室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 他大兴土木,修建奢华宫殿,广了后宫。 据说妃嫔多达万人,为了解决选妃难题,他甚至发明了洋车性的方式,即用洋拉车,车停在哪个妃子门前就兴兴哪个。 这种荒诞的做法不仅荼毒后宫,更是带坏了整个社会风气。 更为严重的是,司马延的诸王分封政策,为日后的八王之乱埋下了火根。 他将二十多个亲王分封到全国各地,本意是巩固统治,却因权力过大而导致后来的内战。 司马延的统治可以说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。 他在政治上展现出了一定的才能,成功统一了全国,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。 在经济上,他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。 然而,他在个人生活和政治决策上的失误,却为晋朝的衰亡埋下了隐患。 特别是他的诸王分封政策,虽然在短期内看似稳定了统治,但实际上却为后来的内乱创造了条件。 这种顾此失彼的统治方式,也反映出司马延作为一个统治者的局限性。 他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,无法预见到自己决策的潜在危害,这也是为什么后人只给他办个明军停驾的重要原因。 司马延驾崩后,其次子司马忠即位,是为晋惠帝。 司马忠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傻子皇帝之一,他天生智力低下,根本无法处理国事。 有一次,大臣向他汇报民间饥荒严重,百姓无米下锅。 司马忠却天真的问,既然没有米,为什么不吃肉粥呢? 这句,何不吃肉糜,成为了后世嘲讽无知统治者的典故,司马忠的愚昧无能,使得朝政完全落入外戚杨氏手中,这引发了宗室诸王的不满,最终爆发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,这场内战使得晋朝元气大伤,直接导致了此后的永家之乱和五胡乱华,司马忠的例子充分说明了世袭制度的弊端。 在这种制度下,一个智力低下的人也能成为一国之主,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。 司马忠的无能不仅体现在他对国事的漠不关心,更体现在他无法辨别中坚,任由奸臣当道。 在他统治期间,朝廷上下弄权争宠,民生凋敝,国力衰退,八王之乱的爆发,既是宗室诸王对朝廷腐败的不满,也是他们争夺实际权力的表现。 这场持续十六年的内战,不仅消耗了晋朝的军事和经济实力,更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,为外族入侵创造了条件。 可以说,司马忠的统治是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,其影响之深远,远超过他在位的十七年时间,公元三百一十一年,五胡之一的匈奴首领刘渊称帝,建立汉国,后改国号位兆。 此年,刘渊之子刘聪继位,发动了大规模进攻,史称永家之乱。 公元三百一十六年,刘聪攻陷西晋都城洛阳,俘虏了晋淮帝司马赤。 不久后,晋淮帝被刺死,同年,晋敏帝司马叶在长安即位,但仅四年后也被刘聪俘虏并杀害。 至此,西晋灭亡,在西晋灭亡的危急关头,宗是司马瑞在建康,金南京,即位,建立东晋。 东晋虽然延续了晋朝的统治,但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天安江南的政权。 司马瑞即位后,面临着北方胡人的威胁和国内士族的制衡,处境十分艰难。 西晋的覆灭和东晋的建立,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长达近三百年的分裂时期。 这一时期,北方沦陷于各个少数民族政权之手,汉族政权只能退守江南。 这种局面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,也深刻影响了民族结构和文化发展。 北方的胡汉融合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,而江南地区的开发则推动了中国文明向南方的扩张。 东晋的建立,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汉族政权的统治, 但也反映出晋朝统治集团的无力,他们无法收复失地,只能退守江南。 依靠天险苟延残喘,这种偏安状态,既是无奈之举,也预示着东晋政权难以长久。 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,西晋的覆灭和东晋的建立, 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,其影响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。 东晋建立后,经历了八位皇帝的统治,但大多数都是昏庸无能之辈, 他们要么年幼即位,沦为傀儡,要么沉迷享乐,不理朝政, 要么愚昧无知,无法应对危机。 例如,晋木帝司马丹两岁即位,在位十七年几乎没有亲政, 晋埃帝司马匹沉迷修仙,不吃五谷只是药。 最终英年早逝,晋安帝司马德宗更是一个智力低下的皇帝, 连日常生活都无法自理,在这些昏君的统治下, 东晋朝政大多由外籍或权臣把职,如王党、环温、谢安等人, 曾先后成为实际掌权者,虽然他们中不乏有才能的人, 但终究无法扭转王朝衰败的趋势,公元402年, 野心勃勃的刘豫开始掌握兵权,他通过北伐建功立业, 逐步掌控朝政,420年,刘豫逼迫进攻帝司马德文善让, 建立宋朝,东晋灭亡,东晋朱棣的昏庸无道, 不仅反映了晋朝皇室的衰败,也折射出整个时代的特征, 在这个动荡的年代,皇帝往往成为全臣争夺的工具, 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门法士族手中,这种权力结构的失衡, 导致了政治上的极度不稳定,虽然有王导,谢安等能臣的存在, 在时维持了东晋的统治,但他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皇权衰弱的问题, 随着时间推移,东晋的统治越来越依赖于强势的将领, 刘豫的崛起和东晋的灭亡,可以说是这一趋势的必然结果,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,东晋的衰亡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局限性, 在缺乏有效制衡机制的情况下,一旦出现昏均, 整个国家就会陷入危机,这种制度性缺陷, 不仅导致了东晋的灭亡,也成为此后历代王朝面临的共同挑战, 晋朝的兴衰史,有如一面镜子,映射出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规律, 从司马仕的崛起到最终的覆灭,我们看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, 也见证了昏庸统治的恶果,晋朝的教训告诉我们, 一个国家的兴盛不仅需要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, 更需要有远见着实的领导者和稳定的政治制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